小姑娘大冤呐我要和他求婚 啊你這麼開放 那不是走法嗎 我有一個家境很好的女婦 喂雪山你還在上班嗎 我在公司先不和你說了 我們托人來這麼好的餐廳啊 你不是升職了嗎 這是慶功宴 就是一個小竹果 芝麻瓜也是瓜 快嚐嚐 好 我去買單 誒說的是慶功宴嗎 我已經付過了 這套地很適合你們家的小情侶新婚居主 這裡很適合當你的工作間 我去看一下主 我男朋友有點敏感 不要問他收入了工作之類的 您放心吧我會注意的 這套房子我還是很滿意的 就是手複還差點 他總是在外人面 守護我的自尊心 你們倆房子看得怎麼樣啊 還行吧 挺寬敞的 我和你吧 就你這一個女人 還要嗎 知道 大怨家裡條件又不好 我們甘心呢 芝芝 我回來了 辛苦了 不辛苦 大人回來了 阿姨 我們不賣保險 誒說的是慶功宴嗎 我已經付過了 我男朋友有點敏感 你不要問他的收入啊 工作之類的 大怨家裡條件又不好 我們甘心呢 你還不打算期望嗎 追我表妹的人都快拍到嗎 大怨 這些都是給我買的 你怎麼會給自己買的 我一個男的沒什麼必要 你家搬到這麼晚啊 快 你家搬到這麼晚啊 你讓幸福緩緩的呈現 珊珊 我去上班了 記得吃早餐 我只看到 上進努力工作的你 有一百塊 會給我花九十九塊的你 這是你之前轉給我的錢 我都存起來了 首付的問題也解決了 你可以娶我了嗎 你對於珊珊的好 我都看在眼裡 真正相愛的人 是幸福 這後半輩子的幸福 也得靠你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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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給他 嫁給他 我其實很早講 去理解 去尊重 去相愛 愛是千次